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我是柳晨 来看这一时段的美国新闻 前几周 纽约一直阴雨连连 虽然进入了夏季 但是气温并没有很高 直到本周迎来了今年的第一波热浪 气温超过了华氏95度 而且不仅仅是纽约 气象预报显示 全美近三分之一地区的居民 将连续数日饱受酷暑之苦 纽约市更将连续7天 出现90度以上的高温 自上周末 热浪开始侵袭洛基山脉和中西部以来 高温连续破记录 丹佛上月28日的105度高温 凭了过去记录 纽约和新泽西州的大部分地区 都发布了超高温警报 气象局说 高温加上高湿度 可能造成身体不适 而且有危险 气象局再三提醒民众 多喝水 待在冷气房 由于入夜低温预测 只能降到70度至80度 建筑内的暑气难以消除 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指出 过去数波热浪 因夜晚并未降温 导致城市地区有人 曾因高温丧命 纽约市一日气温高达97度 是今年最热天气 凭了2012年的当日最高气温 2日和3日预测将会出现相同的高温 虽然90度的高温在纽约市并非罕见 但持续数天却很罕见 气象局说 此现象每33年才会出现一次 所以如果您身在美国 明天也就是7月4日的国庆假日 有在以上提到的高温地区在户外活动安排 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接下来关注一下美国政坛的消息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川普政府对非法移民的零容忍政策 从执行之初就陷入了混乱 例如联邦卫福部 目前负责监督安置被拆散家庭的无证儿童 但卫生福利部部长阿查尔日前在国会作证时 却声称未参与零容忍政策的规划 阿查尔说 儿童送到我们这里时才由卫福部接管 我们并非移民专家 拆散家庭是联邦政府间沟通不良的最新例证 这项混乱的政策让移民儿童陷入恐慌 家长不知道孩子去向 也惹怒了美国各地的民众 当局正着手处理政策缺失造成的后果 许多官员仍不清楚该如何根据法官的要求 让离散的亲属在30天内团聚 行政单位指望国会搞定这个混乱场面 但移民法案最近才到国会关卡 白宫立法事务主任肖特说 我们乐意改变政策 但国会必须给我们执行方法 这是我们所要求的 拆散移民家庭的做法 始于川普总统就任之初的两个月 当时的国土安全部长凯利提议 拆散非法移民家庭 以达杀鸡儆猴之效 但这项做法很快被否决 就连坚持对移民政策 采取强硬态度的川普当时也反对 但白宫高级政策顾问米勒等强硬派 并未放弃此政策 随着非法移民人数飙升 司法部长赛申斯下令 所有非法移民接受法律制裁 并隐聚了法律规定 拆散亲子的做法是因为不能关押儿童 知情人士透露 官员并不在乎拆散家庭 如何能够使他们再次团聚 以转任白宫幕僚长的凯利5月时说 这些孩子会受到良好的照顾 被送往寄养家庭或随着父母遣返母国 另外有具体数据显示 川普的移民政策不仅对非法移民有影响 对合法的移民申请也已经造成了广泛的影响 根据移民团体的最新报告 川普上任后 合法移民申请入籍积押案件暴增 至去年底有近73万申请入籍案代理 较2015年奥巴马任期内增加了87%以上 新美国人全国合作组织执行长霍伊特说 川普政府已筑起第二重高墙 阻拦在美国的合法移民 成为有投票权的美国公民 他指出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USCIS的积累案件 意味着入籍审核速度可能长达20个月 令人担忧一些人将无法在今年11月 重要的七中选举参与投票 报告说去年有92万5千余人申请入籍 他说他们抵交21页申请表格 交了730美元入籍费 按指纹可能需要等20个月才能参加入籍测验 报告指出在2015年12月31日 奥巴马执政期间 移民局计案为388,832件 霍伊特说 这若非政府无能 波及希望成为公民的百万合法移民 就是蓄意筑起第二重高墙 减缓移民依法成为选民的步伐 报告还发现有些州在去年第四季 拒绝入籍申请的情形大幅增加 出现此变化的州 包括阿拉巴马、夏威夷、内华达、新墨西哥 宾州和犹他州 报告说 从2017年10月1日至去年12月 华盛顿特区美属维京群岛和19州的入籍计案 有增加现象 这19州为阿拉巴马、科罗拉多、伊利诺、爱荷华、堪萨斯 路易斯安娜、缅因、马、马里兰、马州 密歇根、明尼苏达、纽约、罗德岛、犹他、田纳西、德州、 华盛顿和威斯康星州 上一个会计年度入籍申请 案件羁押增幅最大的为犹他州增幅53% 德州增幅超过50% 华盛顿州增幅46%以上 然而 移民局发言人巴斯2日强烈的质疑该报告说 实际上美国入籍人数每年没有变化 我们看到的这项报告是倡议开放边界人士 企图借此不诚实手段 贬异国内安全部执法和川普政府人员 为保护健全的移民系统和捍卫法制所做出的努力 下面这则消息与我们怀疑移民和学生有着比较直接的关系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川普政府计划废除一项大学入学程序中将种族纳入考量的指导方针 华尔街日报今天引述两名熟知这项计划的人士报道 前总统奥巴马政府2011和2016年两度就这项计划方针提出法律建议 让最高法院裁决大学可以援引积极平权措施 援助少数族裔申请入学 但保守派人士认为这种做法可能伤害白人和亚裔美国人 共和党一川普主政的司法部 已在针对超过60个亚裔组织提出的控诉展开调查 他们认为哈佛大学的政策对哈佛亚裔设限具有歧视性 名为学生公平入学的提诉团体敦促揭露 哈佛违反1964年的民权法第六边 第六边的相关规则禁止接受联邦资助的计划和活动 基于种族肤色和原国籍的歧视行径 哈佛校方则回应说 入学政策遵守美国法律并致力提高财政援助 以确保校内经济及种族的多元性 再来看一条让川普总统非常烦心的消息 那就是以往坚定支持他的私人律师科恩 现在似乎有些动摇了 科恩说 我的妻子女儿和儿子是我最忠诚的目标 我把家庭和国家置于第一 根据世界日报的报道 这似乎意味着他没把川普放第一 川普可能会为此而担心 科恩多年来为川普解决了很多问题 例如他为川普支付了成人片女星丹尼尔斯的封口费 以及竞选期间国家询问报有关川普的报道 刊登前都会先交科恩审阅 竞选之前和竞选期间 科恩为川普打理各种麻烦事 川普是否对所有事知情呢 他可以根据形式承认或者不承认 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员表示 川普和科恩的关系 有如知评篮球队教练和负责招募球员的助理一样 总教练大约知道助手采取各种可接受的手段 吸引最好球员 但假设这些手段并不违法 如果助手被抓到做违法的事急于为自己找生路 那么可能试图牵扯到他上面的人 虽然科恩并未正式被控 纽约南区检察官可能会有很多不利于他的证据 科恩的友人表示 科恩知道很多关于川普总统的事 在对的情况下 他可能会把话说出来 接下来看一则爱达河州发生的惨案 一名爱达河州的男子由于不满 被从公寓踢出 闯入住宅中一个三岁女孩的生日派对 乱刀砍杀导致九人受伤 遇害的六名儿童中有四人有生命危险 男子已被警方逮捕 并以伤害罪被起诉 警方表示该建筑中住有许多的移民和难民 始发地点为爱达河的博斯 警方在上周六晚间八点接到报案 抵达现场后随即持枪逮捕凶贤 受害者则分布于公寓中和停车场 名叫奇能的凶犯来自洛杉矶 并非最初报道中说的难民 一名匿名住户向警方表示 凶贤之前投靠他 捅住一个公寓单位 但奇能的言行举止 逼得他不得不赶他出门 博斯市长强调 此起案件为单一事件 不代表该区治安混乱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看一则环保消息 西雅图7月1日开始实行塑料禁令 成为全美第一个禁止餐饮业 使用塑料饭盒和塑料吸管的主要城市 西雅图的生态环保工作 在全美领先 颁布了严格的垃圾分类规定 实行塑料禁令后 西雅图的5000家餐馆 如今使用的餐盒、吸管和牙签 必须是可重复使用和可分解的 西雅图公用事业管理部门表示 塑料污染给全球海洋 造成了空前的危机 西雅图率先采取行动 为全国普遍实行塑料吸管禁令 做出了榜样 包括纽约和旧金山等城市 也在考虑禁止使用塑料吸管 英国首相梅伊今年4月宣布 禁止销售塑料吸管、塑料搅拌棍 和塑料牙签的计划 认为塑料垃圾是全世界面临的 最严重的环境挑战 加州的马里布等中小城市 也限制使用塑料吸管、餐馆和酒吧和咖啡店 只能在顾客要求时才能提供一次性使用的塑料吸管 但夏威夷州在业界的反对下 禁止塑料吸管的法案 今年太死附中 当地媒体报道 夏威夷餐馆协会和夏威夷食品业联合会 都坚决反对塑料吸管的禁令 西雅图餐馆联合会表示 市府的法令颁布后 为餐饮业提供了适应和遵守的足够时间 但西雅图允许食品行业 在找到可低带的用品前 部分塑料产品可以豁免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